有關青年新政良縱行和由偉晶宣誓的司法覆核案件 高等法院星期四完成聽取各方陳設 還未有判決中央就決定由人大常委會釋法 全國人大常委會正在北京舉行會議 震監港區人大代表的基本法委員會委員譚委珠說 今次由人大委員長主動提出就基本法第104條釋法 相信是因為涉及國家統一、領土完整等重要課題 特區政府星期五中午發新聞稿說 在星期四晚就有關由偉晶和梁仲恒的司法覆核案聆訊結束之後 接獲中央政府通知基本法第104條的解釋問題 已經列入今次人大常委會議程 律政司已經將有關通知轉交法院 但未知法官是否等釋法後先就案件作出判決 梁仲恒和由偉晶都批評案件未有判決就釋法 影響本港司法獨立 有關宣誓的事件已經進入法律程序 相關法例都是涵蓋到宣誓安排的事件 法官有足夠的法理依據作出公正的裁決 還未判就已經說要釋法 香港的獨立司法權手中證審 港區人大代表兼立法會議員田北辰相信 釋法涵蓋的層面會比較廣闊 以避免將來就有關事件再釋法 可能都要處理到底劉小麗她第二次的宣誓 是否不可以推翻呢 因為她第一她宣誓完之後在Facebook說了些事情 基本法研究中心主席胡罕青都認為釋法的目標 不止是由慧晶和梁仲恒 我覺得她一定會包括所有政府人士都要效忠 什麼叫效忠 效忠的quality是怎樣 在宣誓的時候國家的標準是怎樣 她希望香港和國家的標準一致 有學者認為中心釋法能夠為法院和執法部門 在處理港獨問題上有更明確的指引 釋法當然是希望快刀斬亂麻 苦底抽身避免夜長夢多讓這些港獨分子 還繼續可以在香港宣染這種所謂播毒 今次只是在法理基礎上 補足了香港基本法的某些空白點 或者是未能夠詳細的解釋 香港理工大學專業及持續進修學院 港師陳偉強認同釋法是一招了的做法 可以一除定音消除港獨 她又說雖然釋法會帶來創傷 但並非第一次釋法 所以已經在中央預期之中 而且中央就算付出代價 都會捍衛國家安全和領土完整 ONTV東盟電視新聞台報導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